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據中共官方消息呢 被稱為三桶油的中國大陸三大國有石油公司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同時出現了高層人士的變動 據中石化新聞辦官方微博5月4號透露 中石化工集團公司當天下午呢 召開了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的大會 中共中組部副部長王晶青親自到場 宣布現年63歲的中石油集團董事長周吉平 和中石化集團董事長傅成玉到零退休 原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王玉璞 將接替傅成玉出任中石化集團公司的董事長 原中海油總公司董事長王毅林 將接替周吉平出任中石油集團的董事長 而原中海油集團總經理楊華 則接替王毅林出任中海油董事長 那麼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呢 是中共國有壟斷企業 擁有龐大的資產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 大陸財新網報導說 這次三家公司同時更換董事長的事 發生在中石油集團原總經理廖永遠 和中石化集團原總經理王天璞 相繼因為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之時 就格外的引人關注 據媒體早前報導 中國石油系統長期被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慶紅和周永康掌控 他們在其中培植了大量的親信 曾慶紅甚至被稱為石油幫幫主 在曾慶紅退休之後呢 周永康也被指為石油幫第一掌門人 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整肅三桶油 可能是拿下石油幫幫主曾慶紅的前奏 臺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5月2號抵達上海 4號上午會晤中共黨魁習近平 據上海訪民石平告訴本臺記者 朱立倫抵達上海的當天 他和前國軍軍長抗日高級將領的孫子孔祥南 等十多名上海訪民 前往普通機場和復旦大學 想要面見朱立倫 希望朱立倫能將他們的冤屈轉告習近平 石平說呢 他因此被抓進了當地的派出所關押 直到朱立倫離開上海才被釋放 他還透露上海還有很多人 在這期間也被限制了自由 據瞭解 想見朱立倫的訪民 大多是房子遭到上海市政府強拆的冤民 他們上訪多年都沒有結果 好 我們再來看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香港泛民立法會議員發起的 向假普選說不的行動5月3號 首次以車隊巡遊的方式向市民宣傳 反對中共人大提出的政改方案 包括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梁家傑、何俊仁等在內的數十人 加上15輛貼有向假普選說不標語的汽車 早上11點鐘從大腳嘴出發 有議員沿途用揚聲器講解遊行目的 巡遊途中 交通警員一直在前方協助開路 據香港媒體報導 這是泛民議員和港府之間 就政改方案展開的宣傳站 在此之前 港府官員也曾到社區向市民派發傳單 說服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關注 有這期的時事禁聞